來,剛才我們製作了四張,各四張的這個銀子,各屬性的銀子喔 那這個小編是來實測一下,這個製作成功的機率到底有多少 那大家也知道,這畫面上有寫嘛,此道具製作上會有機率失敗 那活動基本上還是不要機率太低比較好啦,你可以那個箱子設定的比較低一點 但是這個活動箱子至少要讓大家成功吧對不對 我覺得設計在這一段,失敗實際是,尤其是太大的失敗機率其實是沒什麼意義的 反而失去玩家想要玩的參加的這個樂趣喔 那所以小編就來試試看,我們一次製作一張,看一下他總共會成功幾張,或者是都成功 來,第一張,下去 聲音開起來,啊,成功啦,第一張成功啦,還不錯喔 來,再來第二張 喔,失敗,哇,砰一下,失敗 第三張 成功吧 砰,哇 不會吧 給玩家希望啊 哇 呵呵呵 幹 連這個都失敗是叫人家不要參加活動是不是啊 為什麼連這個都要製作失敗啊,要開起來 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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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我們快家開起來是有什麼好東西 既然有這麼高的機率會去失敗,那看起來寶物應該會給不錯的喔 好,我來看一下 開 幹 你給一個靈魂昇華 給一個靈魂昇華,然後這種機率 讓人 abrasive身體 老大風 不錯 看一下,對 喝 開 敏 尧 敏 搭 丟 擁 這個機率也設定得太難了吧 好 那小編抱怨完畢了 好 以上抱怨完畢了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幫小編按讚訂閱跟 那個加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